今日最佳现场 李晨小宋佳携手登场 宋佳她实际上就是一个刁蛮的公主 李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欺负容易受伤的男人 当容易受伤的男人遭遇刁蛮公主 李晨那我觉得其实你要能坐着接受她的防问 我挺瞧不起你 所以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能常常穿板 从结婚 当着正环手握立正 孔生 你认识 他给我们爆料说 李晨彻彻底底的受伤 他说宋佳 这对一个演员来说太可怕了 当他们面对真我 最后是导致的结果 李晨在西亚 而且做了新剑皮 你为什么这么挖面 有必要吗 目前为我挖面 西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包一词 你还说了这么一语 那你则一鸣惊人 最佳新场 真实展现 哎呦 这节目录得太好了 最佳新场马上开场 今天号场杨宫大男孩李晨 另外一位是光老给力的小宋佳 举手团套出赌家证据 往后投票一决胜负 今天的鼓劲是 腰盲工作和容易受伤的男人 欢迎收看直播的网友们 欢迎 掌声欢迎李晨 蒋宋佳 欢迎二位 欢迎来到最佳现场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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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二位 上来就有点要PK的 这是要PK吗 我觉得没有啊 坦白讲就是二位私下的关系如何 怎么说呢这个 就实话 实说 实话呀 那我觉得还能聊吧 反正演过情侣 什么 反正是演过情侣 演过情侣 对对对 在那个情侣那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今年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件事就是 我倍儿长了 因为我演了她小姨了 虽然特别要先要请两位宣传她自己的新戏了 就是剧中的人物关系就是有差辈分吧 对 但是虽然那个我演了她小姨 在戏里面我们两个没打过照面 我是跟她那个小时候的那个小小的良辰 她扮演的角色演的 只是说我们在镜头外会经常见面 对 在镜头前是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 对 如果她看见了我 我看见了她就会互相撑 鬼 双方的举正团没有你们今天的观点吗 当然有 说实话我觉得听宋佳聊了这么多以后 我特别容易被她误会 因为我觉得很多 我不是很多 我是所有认识宋佳的人 看过宋佳戏的人 了不了解她的人 都会觉得宋佳吧 看上去长发飘飘 然后温文尔雅 就特别善死可人 清静的那种 林佳明 但是今天我告诉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今天你们所有的 以前的语言都是错误的 因为今天我们将证明宋佳 她实际上就是一个 刁蛮的 公主 哈哈哈哈 你好大胆 你看我公主这两个字落得还不错 你看她用上刁蛮 刁蛮就是胆大了一点 但是公主呢又觉得娇俏了 虽然是个公主 但她很刁蛮 好吧 我已经体会到了就是一会儿别人会怎么样去想我 哈哈哈 是一个很 你猜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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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对有奖 你猜一下 我可以不要这个奖品吗 哈哈哈 不可以 我们是实事求是 嗯 因为呢 因为呢 两位往这一坐 我觉得就是太可怜了 一个同龄人 去演你的小姨 嗯 这正是我们所要证明的 李晨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受欺负 容易受伤的男人 你同意吗 我怎么又突然想要这个礼物了呢 哈哈哈哈 你看 好 既然双方的举证呢 都已经阐明了自己本顿的观点 那么下面进入我们第一个环节 基本调查 有请李晨先作答 二位好 我是基本调查先生 下面将进行基本资料核实 请你们对灯发誓 你们的回答真是有效 否则 我将占据整场 一直重复提问 直到 你们睡着 下面请李晨作答 你是1978年11月24日 出生在北京吗 是 小学五年级 你在操场做广播体操时 被导演选中成为童星 是吗 是 那你现场做两个动作 让我也学一下嘛 我想让我儿子也成为童星 明星的动作吗 就是你小时候广播体操的动作 大家做的不是一样的吗 你怎么就脱颜而出了呢 小时候的广播体操 我真的忘记怎么做了 好像有这个吧 二 三 四 对吧 二 三 四 好吧 就记着这一个动作 不用继续做 太实在了 好吧 那我要不再做个眼保健操 你在演艺圈 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是第一明星副导演 对吗 曾经有人这么说过 开玩笑的 你在拍摄北京爱情故事时 把兼职一职 愣是做成了兼职 是吗 是 你在夏天 会给同事发防暑降温费 对吗 对 那今晚 你会请我们吃宵夜吗 我猜到了 已经刚才 可以啊 对老好人李晨的基本调查结束 灯没爆炸 证明灯很满意 下面请小宋家继续作答 你的外号叫宋小花 是吗 是 你从小就被别人认为 得了多动症 是吗 是 你在不满周岁时 就当过奶粉代言人 是吗 是 真的假的 你讨厌穿着礼服 参加各种颁奖典礼 是吗 是 你总喜欢偷描漂亮女生 是吗 是 是 你喝酒特别豪爽 是吗 是 节目结束后 我 我可以请你喝一杯吗 不可以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基本资料核实完毕 下面把现场交给举政团 你们一定要 保持住 好 放心吧 能保持住 我特别 我特别讨厌就是基本大家先生最后一个问题 特别贱是吧 不然的话 宋家就是最佳现场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全大室的嘉宾 我问一下宋家是宋小花的外号是因为你从小到大都长得很美 所以大家觉得你是校花或者说是那种很受瞩目的女生吗 我不是因为这个是因为朋友给起的 大家觉得我挺朴实的 然后挺挺挺好一孩子 觉得这名还挺朴实的所以就是觉得 不过我当时想知道宋家说那个刚才问题当中说你喜欢看美女 你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啊如果看到的话 没有就是正常的欣赏啊 对啊我觉得那种欣赏是女人和女人之间的 男人和女人之间是不会懂得那种欣赏的 就是所以在你眼中什么样的女人是可以吸引你的 有个性的 我们不再打断你们吧 那个基本调然先生说完之后 胖胖胖几个问题都问宋家 让我们李晨坐在那很受伤啊 我觉得是这样 你要李晨聊聊那个美 就是定期给同事发放那个防暑降温费 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定期就是因为今年吧 然后那个大家都比较辛苦 然后尤其是我这段时间就是在协调工作上 需要经纪人他们大量的去腾出自己 平时工作的时间去帮我去做一些协调的工作 所以呢就跑来跑去的 我觉得他们很辛苦 然后呢就包个红包而已 这是第一明星副导演这事我比较感兴趣 这什么意思啊 你还记得我吗 把他逼的 就是说以后再不接受这个人的访问 哦对我想起来了是你啊 孔生 你是什么 他给我们爆料说 下一个举证的是陈思诚 这个料爆的有点猛 却为何又在场上手足无措 我觉得这个以后可以成为你的一个logo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经常受伤的人 你全体没必要回复他 我们敢保证 大朋友就用出了他从全部的努力和全部的智商 你要我把我送给你礼物 这个就留给我自己吧 我老爱给大家各种拉活什么 不是说在现场给大家讲戏 导演在那你不管 你一看就没拍过戏 帮朋友找戏是吗 什么叫副导演 副导演是找人的 选角的 对对对 有那个谁说做一个戏或者怎么样 我会经常想起我身边的朋友 然后就会给他们打电话 然后就尽可能地会把大家凑到一个剧组 我觉得可能好玩 待会儿留个电话吧 你也没戏 常年想演电影还没演着的人都是这样的 好那么进入我们下一个环节 举证 有请大鹏对李晨进行第一轮的举战 我忘了我们这一波 大鹏对不起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这边一出来就是这样的歌 你很久没来到 你很受伤的 你好 刚才那声音是你吗 对啊 刚才那个 不是 不是 我以为是那个 你还记得我吗 我记得 我们在那个 中关村 对 在中关村干嘛 进行了一次友好的会面 对 然后我访谈他 最后呢 把他逼得 就是说以后再不接受这个人的访问了 也没有了 还好 李晨那我觉得今儿你要能坐着接受他的访问 我挺调不起你的 我喜欢 你就是一调蛮公主你 你就是调事的 没有开玩笑了 因为以前采访过李晨 我觉得确实挺对不起你的 就各种八卦呀 今天我才知道 对我想起来了 是你啊 我今天会对你很温柔 而且我觉得啊 我刚才在那打量 作为一个就是很fashion的人士啊 今天穿成这个样子 缺点什么 后来我想缺了什么呢 我就给你准备了一个 创可贴 哎 那个 我觉得这个以后可以成为你的一个logo 就是因为你是一个经常受伤的人嘛 你把它贴在你的这个心房的这个位置啊 好 这样的话你今天造型就完美了 那接下来说你受伤的事 好 我们手段的证据全部来自于你马上要播出的这一部戏 叫《风车》 我们先来看一看李晨在风车里面的精彩表演 心里婚事啊 嗯 要不算了 我欠他了还不行吗 你这什么意思啊 我们家赵新对你什么样 你心里明镜似的呀 再说了 赵新哪点配不上你 那我再给他介绍一个 你混蛋呢你 小兔崽子 这婚我还就打死不接了 小兔崽子 小兔崽子 西安 拿走 拿来 拿去 拿来 快走 你说说啊 又被拍砖 又遇到地震 这我都不用证明什么了 就是一个特别容易受伤的人 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吗 假的 对啊 我们都看了眼里了 那是你的问题 那是艺术作品 我是看得精真切切的 那块砖头是从南厕所的旁边捡起来的 又透又硬 你得念多久啊 这铁头工 但其实这个砖吧 它是一个 就是专门道具做的一种 道具砖头 那么这个砖头你拍起来 还不能太用力 如果你太用力 还没拍到头之前 它先断了 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就是说它需要控制 如果太用力的话就会粉碎 不是 砖头是假的呀 假砖头 你欺骗我感情啊你 但是真砖头这拍一下 我肯定不能拍吧 那倒是 对 这样拍了多少条 三条 掌握那个好的活动 第一条用力过猛 砖头玄碎了 感觉我有铁头工 铁头工 感觉我是稀土霸王 怕一拍哗一股烟 然后导演说不行不行再来一下 第二条又用力太轻了 没碎 然后第三条差不多找到这个力度 这是假的 这是假的呀 假的 那地震呢 它所有东西往下掉吧 有 也是假的 泡沫的砖头 真的砖头掉下来 那肯定不行的 都是假的 而且你看到的所有地震的那个 墙上的那个场景 都是电脑制作的 就先来一个电脑动画师 他会在每一个墙上贴点 贴好那个十字 然后他就再拍照片回去 他就知道我从什么地方画面做到什么地方 然后我什么样的效果 然后我们演的时候大部分都是 就是做一些效果的烟什么的 哇 我很受伤 这第一个证据就算我失利了吧 是假的 假的 那好 那我接下来上第二个证据 请问孔生你认识吗 认识 他是谁 他是孔生 我喜欢你这个回答 你真的很受伤 他是一个导演 他是一个导演 你不要让我太受伤 明白 这部戏的导演 他给我们爆料说 你所饰演的梁晨 在风车当中有服刑的戏份 为了能够尽可能的达到真实的效果 导演组在天津 找到了一所废弃的监狱 是的 但是监狱在荒郊野外 又赶上夏天最热的时候 所以在拍这一系列的戏的时候 李晨彻彻底底的受伤了 很严重的伤 怎么回事 嗯 嗯 那个时候 我应该最严重的就是 每天被蚊子咬 对啊 被蚊子咬那么大的包 你还说你不受伤 李晨你没必要回复他 大鹏我们这是一个高智商的节目 我们都是全面人在看 你今天的节目很无力 你这么说我们队长不对 我们敢保证 大鹏已经用出了他全部的努力和全部的智商 还有还有还有就是说蚊子咬吧 你说的惨一点 你别让我回去之后没有面子 我坐在那怎么面对我的队员 是这样其实被蚊子咬啊 如果咬一个也就算了 如果咬很多很大的话真的挺惨的 是吧 反正困扰很大 我真的是在那边被咬到浑身上下的那个包啊 数都数不过来 哎呦 太配合我了 对啊 然后我就不能拍戏了 哎 不能拍戏了 没有灭蚊的措施吗 啊 没有一些灭蚊的措施吗 如果说真的话 就是当时在那边拍戏 它有卤尾档 然后还有水 然后我们在那边拍戏 每天剧组进现场 第一件事情是烧草 然后让那个烟把驱散蚊子 然后呢 再喷各种药 点蚊香 抹驱蚊水 我记得我当时在那拍戏 我用过所有的驱蚊的药 都没用 那蚊子隔着裤子 还照样叮你 然后最后我就变成什么样了呢 拿着那种专门那种 杀虫剂 就那种成罐的那种 然后就一吴鼻子 哦 这么空 只有这样 才能够解决 大概二十分钟左右的问题 而且我当时觉得每天在那拍戏 我就会觉得 我的嘴里都是蚊子 因为你要呼吸嘛 然后往你脸上撞 然后你有的时候吸气 你就会觉得 是不是吸进一个蚊子 然后就会有心理障碍 你知道吗 大鹏举证将一败到底 还是上演绝地反击 血流满面 有这事吗 当时现场所有的人 就一百米 冲刺的速度往我这跑 枪会咬人 李新亮首轮举证小宋佳 却上场露线 宋佳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性格很张扬的人 不觉得 风车第一集 三十二分五十一秒 你还记得吗 我觉得我有点不敢的矩阵下去了 我们的编导特别讨厌 他写出了这样的词 这对一个演员来说 太可怕了 说真的你拍戏以来受过的更厉害的伤势那一次 应该是个胖伤吧 嗯 在这儿 在这个位置 我当时在拍一个干净戏 然后呢 那种黑烟罐 就是你知道吧 那个拉烟的那个罐子 点着了以后 往外喷烟 大概它还会有这么长的火 然后呢 我躺在地上 他们放烟的时候就没看到我 可能就从我旁边放过去 就喷到脖子上 嗯 这个平生演戏受过最大的伤 但是呢 连疤痕都没有落下 这样李晨 你要我白 我送给你礼物你还给我 别别别别 你再让我带一会儿 不是你给我吧 我现在太缺疤安全感了 不是这个 这个就留给我自己吧 因为我觉得我的争取都完事了 他受过最大的伤也没留过疤 总而言之 我败了 败在我心词手软 啊 我本来以为你是一个容易受伤的男人 我就温柔一点照顾你 看起来 兄弟们待会儿到你们的时候 给点力 好不好 我去缓一会儿 嗯 老师可以放大鹏的主族曲了 走好 走好 我说刚才怎么那么悲壮的一个歌 大鹏哥 他今天衣服有点紧 好 下面邀请李新亮对小宋家 进行第一轮的举证 那我们这音乐都不一样 你看我们这音乐都不一样 你现在有一个 我们公主也开始做肯定了 你好 呃 特别开心 呃 采访两位 嗯 你没有发现宋家今天身上这身衣服 其实完全就说明了我要证明他的特点 这身衣服扒起来套我身上正合适 就是他不分性别 就其实你看他整个的颜色 包括他的设计 其实相对来说是很有个性的 着装的风格 而我今天要致命的宋家 其实就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女孩子 我说实话 宋家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就很能闯性格很张扬的人吗 不觉得 不觉得 我觉得我有点不敢再举证下去了 因为接下来我将通过这个 风车的一些片段来证明你的性格 但是吧我们的编导特别讨厌 就对一个演员他写出了 你下期节目没了 他写出了这样的词 他说宋家这次是本色出演 这对一个演员来说 太可怕了 本色的部分留给我的队友 我们先看这次风车当中 宋家的表现 来看一下 一锅里脚马勺 狗咬狗 没错 还真是狗 是一条赖皮狗 你骂老子赖皮狗 我找你了 我告诉你梁景元 本姑娘不是灯箱里的记带上 你把你来把你去的 你跳过去的 你给我见着那几个男人 你个一个都假正经 我姐的老爷子别给你翻 别人没没了 你还真是 哪家这你欠了吧你 上哥这就是他们家的 他跟我说过 他说他们家老辈人啊 传下来好多值钱的东西 吃不完喝不完的 原来做让您藏地沟了 我 哎呦您还说点猪头真行 叔哥你说你这么着干 你堵了这些下水道 让街坊人骂您 还是其次 你将来怎么有脸到 袁维爷那见您家祖聋啊 赶紧的 拿回家把这都洗了 再给街坊们赔个不是 然后回去再给您家老辈人 烧个高香就得了 小朋友家长 袁维爷 你把门给我打开 我没关 我干 行了 你把门打开 别这么打开 袁维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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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出去出去 不是那个 我跟你说 快快快快 你走 你走 滚出去 哎呦 我说实话 就是我第一次 就是看这样的片段吧 特别被带入戏 一定特别受大家欢迎这种角色 骂起人来 面不改色心不跳 其实我 生活中也不是 哈哈哈 这部戏里面说实话 是个角色吧 你都吵过 我来给大家讲讲 他跟谁吵过 我统计了一下 和姐夫吵过 和邻居吵过 和校长吵过 和警察吵过 和相亲对象吵过 和初恋男友吵过 和追求者吵过 和门卫大爷吵过 最后和商店老板 他都吵过 吵架挺累的 我不爱吵架 真不爱吵架 特别累 那场戏 就刚刚看的那场 我PK那几个人 那场戏 我从进组第一天 我就暗自 每天在房间准备这场戏 每天准备 在房间里面堆着玻璃 差不多 差不多 就跟你周星驰那个 就是他那场的那个 还在练 还在练 最后都口吐莲花 不不 就口吐什么那个 什么那个孩子 对对对 就是一直练 然后就是 就是觉得 第一 因为这个角色 那么零压力齿 我就不希望就是说 一看能 你还在想词 就一定这话节 那种 屁啪啪啪的 往外咕噜 就拦都拦不住的那种 唯一那场 最大的一场吵架 我真的是 从进组第一天 就开始准备 然后那天晚上拍的时候 我就特别有底气这事 当你支点机器 然后我就 说完 把他们全震了 《风车》第一集 32分51秒 你还记得吧 你怎么可能记得 《风车》的第一集 32分51秒 记得吗 你不记得也是正常的嘛 因为就是 大家应该不记得 这个是开篇没多久 碉本公主 就开始闯肉铺了 而且呢 这个镜头 和这个场景 非常的精彩 我们一块来看看 宋佳的表现 在明天的节目中 马丁招 杨伦 翻上阵 我是一个非常强硬的人 人称钉子 我上来之前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统计 我身上的所有证据 都很容易地 轻而易举地 我把你钉在容易受伤的男人 给你标签一下 跟你探讨一下 你能做创造的人 李晨身体亮红灯 最后是导致的结果 李晨在西亚 而且做了心电图 你为什么这么玩命 有必要吗 宋佳直念争 心感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包一词 你还说一句 脚落抽自己嘴巴 说我怎么就说能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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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